禽流感再度袭击中国 浙江省永康市一名患者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病逝 中国至今共有454起确诊的H7N9病例 其中浙江就有141起 香港一名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老父则病情危急 医院已经将戒备提升到了严重级别 这是香港入冬以来的首起确诊人类感染病例 日本西南的宫崎县宫崎市一家养鸡厂 最近有鸡脂相继死亡 当局检验之后发现死亡鸡脂感染了H5型禽流感病毒 大约4万2千只鸡脂被扑杀